在新竹都城隍爷生日这一天 新竹都城隍庙也办理捐赠仪式 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元表示 为了加强消防量能并减轻消防人员的辛劳 新竹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修编充实消防人力 今年7月1号也已经核定扩充组织 编制原额到496人 并将在120年前逐年禁用以充实基层消防人力 我们的相关消防人力的原额 目前编制是380名 那我们也跟中央来争取 我们希望在115年的时候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目前是320人 那在今年的5月31号 我们也扩增到496人 在120年的这个期间 希望可以逐年来去增加相关的原额 减轻消防弟兄在基层工作的一个负担 那对于我们的消防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加强 那最后我们还是感谢我们都城隍庙 以及我们庙方以及民间各团体 对于我们新竹市政 以及我们消防弟兄同仁的一个加持与鼓励 借由这次捐赠也特别宣导公安资讯 鼓励民众安装住警器 不仅能及早侦测火灾的发生 更可以示警民众病难逃生 是家户必备宝物 记者简淑琪采访报道 之前pin pen凯勤 至少 我分右友 此人